射雕英雄传中 射雕英雄传中 尽管并非人人都见过武爵 但他们的威名早已传遍了武林 南地北盖东邪西毒 以及中神通各个名不虚传 非武爵高手遇上他们 几乎都难逃降维打击 而武爵之间的对决 则多半难分胜负 也证明了武爵之名的韩金亮 他们的实力的确是在伯仲之间的存在 而天龙八部中也有着类似的说法 只是此时没有武爵 只有北乔丰南慕荣 这一南一北齐名的两大高手 可这一次金庸却没有将 肖丰与慕荣妇设定为二爵 尽管二人都有一身不俗的武艺 但论综合实力 慕荣妇比肖丰差了太多 不过根据原著的设定来看 二人的武功差距本不该如此之大才是 毕竟慕荣妇身怀斗转心仪 为何他始终斗不过肖丰 是实力设定出现了漏洞吗 答案或许并非如此 一 无解的斗转心仪 从原著设定来看 斗转心仪无疑是一门绝顶绝技 甚至用神迹来形容他也不为过 因为他理论上是能够反弹一切武功的 关于此招 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凡在智人死命之时 总是以对方的成名绝技加诸其身 显然天下各门各派的绝技 姑苏慕荣氏无一不惠 无一不惊 其实武林中绝技千千万万 任他如何聪明渊博 绝难将每一项绝技都学会了 何况既是绝技 自非朝夕之功所能练成 不论对方施出何种功夫来 都能将之转移力道 反击到对方自身 你看 这描述只能用无解来形容 毕竟天下武功都能被他反弹 慕荣博与慕荣父父子 在书中也的确是多次凭借此招对付敌人 尤其是慕荣博 有不少的高手 都是被他以斗转星移反制 最终死在自己的杀招之下 所谓以比之道还施比身 就是这个效果 照此来看 肖锋使出降龙十八掌 应该也能被慕荣父的 斗转星移化解才是 可实际效果却并不是如此 二 不讲道理的肖锋 不可否认 作为主角登场的肖锋 的确自带一些光环 比如故事初期的几次大战中 他就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战斗力 杏子林一战倒谈不上有多经验 但据贤庄一战 他力斗群雄 却足以证明他北乔峰的威名 他如同风虎一般 在敌群中穿梭自如 杀得群雄哭爹喊娘 只想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 不过这些人虽然被赋予了群雄的统称 但真正算得上是大英雄的 却没有几个 多半不过是二流高手 所以当肖锋遇上慕容赋时 读者还是会期待一场旗鼓相当的对决 只可惜 邵氏山一战时 慕容赋与肖峰的对决 却是不对等的 他选择与丁春秋 尤坦之联手一起上 照理说二者其名 此时慕容赋身边还有两个帮手 应该是能够轻松拿下肖峰才是 结果肖峰应对三人 却也能全身而退 慕容赋的形象在此战之后 就已经是大打折扣了 而后来的段谕在与他交手之时 肖峰将他高高的举起抛出 他的形象彻底崩塌 当然你可能要说了 此时的慕容赋并未施展斗转星仪 可即便是后来的藏经阁大战中 他使出斗转星仪 也同样没能击败肖峰 比如这段描述就很直观 肖峰不搭话 呼的一掌 一招降龙二十八掌中的献龙在田 向慕容赋猛击过去 他见藏经阁中地势狭隘 高手群集 不便久斗 是以史上的石成力 要在数掌之间 便去敌人性命 慕容赋见他掌势凶猛 运气平生之力 要以斗转星仪之际化解 读过原著的人都知道 这次对决是被扫地僧化解了 不过金庸此时的描述也有蹊跷 照理说慕容赋 应该用斗转星仪 将肖峰的杀招反弹回去才是 而不仅仅只是化解 如果只是化解 谈何以比之道 还时比身呢 显然 如果没有扫地僧插手 慕容赋必败无疑 为何双方的差距会如此之大呢 三 黄荣道破原因 其实慕容赋若于肖峰 一点也不让人意外 因为金庸早已借黄荣之口 解释了肖峰和慕容赋的差距 比如谈及丈夫的武功时 他说过这么一句 武功之中 十成中九成是骗人的玩意儿 只要能把高手骗倒 那就是胜了 只有你爹爹的降龙十八掌 这等武功 那才是真功夫硬癖 说白了 武林中绝大多数的武功 其实都是花架子 比如某些招式 虽然有十几招 二十几招 甚至几十招 但真正的意义 其实也就那么几招 甚至连降龙十八掌本身 都不完美 因为在新修版中 肖峰所用的掌法 原本是降龙二十八掌 只是到了故事的末尾 他才将这套掌法经解化 比如他传功虚竹的时候 就提到过 二弟 你就算没本来悟空 单只学这一十八掌 也足可与天下英雄争雄 以后这十掌 变化繁复 威力 却远不如头上的十八掌 我平日细思 常觉得最后这十掌 似有蛇足之险 他的惊讶之处 已尽数包含于前面的十八掌之中 只因降龙二十八掌 是我恩师汪剑通所传 且是丐帮百余年的传承 我不便自行削减 而这也是慕容妇的武功 不如肖峰的原因 光是那一招独转星移中 就不知道有多少废招 何况他还十分的贪心 连载版的故事里 王夫人就评价过他的武功 甚至不如王羽焉 书中是这么说的 王夫人道 你表哥一个大男人 年纪比你大着十岁 成天不学好 不长金 疯疯癫癫地不知道干些什么 身上的功夫连你也急不上 慕容家的脸也给他丢光了 就是因为慕容妇东学一招西学一招 看似样样都会 实则无一精通 本身习武的弊病 就是薄而不纯 他难免贪多嚼不烂 如何能与专精几招 且对自身武功有极深理解的 萧芳平分秋色呢 其实金庸的设定是十分严谨的 这也是金庸故事 有别于其他武侠故事的地方 对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